大家好 歡迎回到網向編輯部節目時段 今天就是2021年5月5日星期三的時間 這次有我許留山 還有我們的澳洲紅仔餅 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請大家like我們的影片 留言最重要是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青江報浪冷氣》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我們經常都說一句就是祝願世界和平 這句話我覺得是沒錯的 有些人說是很划算還是怎樣的 真的 雖然我們身處可能在香港 或者不同的地區也好 國家也好 但是其實放眼世界也有很多不同地方 不同國家的人 真的 他們真的生活上 可能都面對種種不同的困難 甚至乎是戰亂也好 天災人禍也好 真是令人傷感 是不是?真BC 沒錯 所以現在看到有些事真的挺心痛的 就像印度一樣 我們之前做了一次節目就說 西猛加拉邦其實出了選舉結果 總統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黨 算是大敗的 不過 居然選舉之後 就有接二連三的暴力衝突出現了 好 不幸地看到 兩個小時前的數字就是 這個西猛加拉邦的衝突 就已經有14人走了 真是很不幸地看到 是有所謂的最美麗風景線的 就像這樣 媒體就顯示有一位工人 其實他經過的時候看到 有一些暴徒 真的很可怕 就是用一些手法來搞 某個人的寵物 寵物當然寵物最後不在 還有 有一位老婦人更慘 他兒子被人圍 之後老婦人 是衝上去 拿身體擋住 你看到這些 真的很心痛 只是一場選舉而已 甚至搞成這樣 其實現在 莫迪也是吹風出來 最可怕就是 他有機會 會不承認這次選舉結果 和所謂印度的中央政府和聯邦政府 已經要求 西猛加拉邦 剛剛當選的 首席部長 和 這個草根各大黨的主席 馬馬塔 班納吉 就要交一份報告 說為什麼有這樣的事情出現 當那個 國家自己本身 19個問題去到這麼嚴重 還在這個政權方面 對於國家的控制權方面 都竟然 不擇手段 都要去拿那個權回來 不是 將人民的健康和性命 放在第一位才是最重要的嗎 這些是輸打贏要 當然 莫迪的政黨 就說 是 這個剛剛當選的 馬馬塔 這位女士的支持者 搞出這場暴亂 馬馬塔 其實也在 西猛加拉邦有說過 呼籲和平 但是 有一個所謂的報復潮 報復潮呢 當然 這個當選的 女士就說是 莫迪的 支持者 搞出來的 莫迪又說是他的支持者 搞出來的 有一個事實就是 這個基層各大黨 即是當選了的 這個政黨 其實他們自己 也都是有四名黨員 很不幸地 去世於這場暴亂當中 另外 他的另一個盟友 是左派來的 就叫ISF 也有一位黨工 是被人用一些不好的手法 搞到沒有了 即是離世了 大家我們 要知道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印度 除了西猛加拉邦有首席部長 其實還有governor 應該叫做 總督 他的總督 也有說話 他說現在 整個西猛加拉邦 已經陷入一片暴力當中 也召見了 這位 剛剛當選的馬馬塔 還有他也希望 加以各答的警察 總長叫Raji Bavan 是會介入的 馬馬塔 看到他之後 也會說 採用一切的 措施 確保這場選舉過後 即是BBQ 搶奪 以及 真的有人 因為這場暴戀 走了 目前為止 據聞 也不是據聞 是印度媒體報導 至少100家商店被搶取 但是莫迪的政黨 這個政黨 我覺得是有一點可恥 因為 印度人民黨者莫迪的政黨 他的主席 JP 其實 他還說 我就會 訪問這個 西猛格拉邦 和評估一下 而且他還宣佈 今天 今天 在全國範圍內要舉行示威遊行 你有沒有搞錯 現在有什麼情況 中遊行 哇 19 大家連氧氣 醫藥用的氧氣都不夠 還搞這些 是的 之後他就說要抗議這個選舉結果 就說 就說這個選舉結果有人舞弊之類的事情 其實 他就說到很大 他就說什麼 他就說不用怕的 我們會 保持社交距離 不好了吧 社交距離也不好 你覺得可以嗎 其實我真的覺得實在太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真是 莫迪的黨友 也是西猛格拉德邦的 莫迪的黨友 印度人民黨的發言人 就叫 Kalash 他就說 我們 印度人民黨 已經有4000多名 黨工的屋 一夜之間被洗劫 還有100家商鋪被洗劫 你 草根各大黨 需要負責任嗎 另外 印度人民黨的 議員 叫 Kalash 其實他也自稱 是受到 這個攻擊的 以及 印度人民黨 也向總督 總督 投訴 他就說 我們現在正在向選舉委員會 和聯邦部長 匯報有關情況 現在 西猛格拉德邦 有一種恐怖的氣氛 新選的政府 什麽都不做 警察又沉默得宇 人 這個 效率極其低下 大哥 你都說 你看看自己 你搞到現在印度這樣 你還在玩政治 不是吧 政治 不是這個時候還要用來玩的 是吧 是 搞錯 或者看到都心急 是啊 就是有人命的傷亡的時候 基本上 什麽都真的要停 萬事 都是人民的福祉 為最重要的 我覺得 甚至乎叫你放棄 這個爭奪 什麽黨啊 甚至乎 什麽政治方面的 位置也好 什麽都好 哎呀 怎麽都放在一邊 處理好這些問題 搞到大家 民不聊生 那麽又 又有什麽惠呢 是吧 你看到媒體拍照片 那些店舖 難聽說 有點像香港 爛了玻璃 當然地上有些 燒過BBQ的雜物 其實 在4月10日的時候 西曼加拉邦 在兩個不同的選舉地點 亦發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亦是四個人離開 對不起 是五個人離開 四個人受傷 現在的數據顯示 其實兩個黨 就是草根各大黨和印度人民黨的支持者和黨工 亦是有傷亡的 是呀 是的 而且 現在你看到 執政黨莫迪 他又煽動民粹 你看到那些 那些 他找了一批網軍 去留言 多麽可怕 我讀一些 留言 他那些人 多狼 就好像 有一個人這樣說 看一看反對黨做了些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 還敢怪責莫迪 他們為了選票不擇手段 對於印度而言 這個 這個馬馬塔 和他的 草根人 草根各大黨 就是一個詞咒來的 嘩 很禮環節曲 是啊 你看看莫迪做什麼 是啊 倒轉來講 不如用鏡子照一照自己 是啊 之後有人說 這個馬馬塔 就是在進行 種族滅絕 好像 有關事 之後 莫迪的支持者還說 西猛街幫的人 就是 選了個魔鬼出來 這樣說 那 亦都有一些人 就說 馬馬塔現在開始 不斷地 在屠錄我們印度教徒 西猛街幫的 印度教徒 尤其是女士 現在 如果你給別人 什麼什麼是該死的 這些字我真的不敢說 真的 真的不敢說 接受 我說了出來 真的 還有有人就說 人家應該停止 叫這個馬馬塔叫姐姐 這是一個很神聖的詞 一個提倡 政治 屠錄的人 不應該叫姐姐 好像 不關她的事 之後 亦都有 亦都有 一些莫迪支持者 就說 愚蠢的西猛街幫人 該死 這樣的政府來統治你們 該死 這樣說 哎呀 哎呀 其實他現在正在挑動兩個 宗教教教徒的仇恨 因為 有人還說 其實 選這個人 目標就很明顯 就是為了滅絕印度教徒 嘩 這個 你牽扯了宗教下去 其實挺嚴重的 是啊 真的 之後 亦都有人說 馬馬塔 請不要 因為他們沒有投票給你 你就把他 搞定人家全家 你看政治多瘋狂 現在你根本不知道哪方面的 支持者先搞事 當然 莫迪是 中央政府也控制了很多媒體 那麼 亦都有一批網軍 我們之前說過 其實在Twitter上面 他 都有一批人到處 叫做 當政西佛 應該 去到這些時候 應該要勸 雙方也要勸 對 是的 中出來示威 你有沒有搞錯 還有 亦都有人說 那 有些人 就是清醒的 當然 他就說 人民黨 就是莫迪的政黨 只會製造仇恨 自從他們掌權以來 印度人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分裂 沒錯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因為他就標榜著 自己印度教徒 這個叫做 宗教主義的事情 當然 有人還說得很嚴重 四萬加拉幫 已經變成下一個巴基斯坦 那也不會吧 我想 很難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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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些人也說到 又是宗教來扯開話題 印度教徒 在這個馬馬塔眼中 一點都不重要 我們印度教徒是二等公民 這是我們國家的悲哀 其實為什麼不叫莫迪 幫幫忙呢 如果是這樣說 其實你一直都推了責任給別人 當然現在我們都說 你是不知道那一方面的人 真的是發動這場暴亂的 但是 無論如何 現在應該是呼籲大家團結 不是再煽動那些人 去說推翻選舉結果 還有冷靜 是的 你現在這樣顯示到是輸打贏要 總之那一句 在這些地方 真的有個這樣的政府 都是淒慘的 是的 很難 你沒得避 人民很難 都不知道怎樣自處 是嗎 好了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